海马150 首先来讲我个人是很有情怀的 我感觉它是休闲症状之王 不穿西服的那种休闲症状 但是我们要清楚一件事 情怀是被拿来消费的 这一款39毫米的海马150 公价比新海马300还贵了5K 多少是有点看不懂的 我感觉吧不是说它定价太贵 而是新300太便宜了 毕竟以前海马300是要打潜行者的 这款海马150和新300 目前是一样的机芯 新300有什么呢 陶瓷圈陶瓷盘九珠钢弹 这东西成本必须得比海马150要高 但是定价来说海马150却更贵 那41尺寸用的8900机芯 机芯不一样 是不是就贵得更值得呢 8800和8900的海马150公价是一样的 还是欧的系统定价 太混乱了 回归到这一个非常经典的表吧 海马嘛 大尺寸只是所谓追随潮流 小尺寸才是经典 看看大表潮流化 今时今日是不是已经快 结束了 8800机芯的参数呢 我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这里就不再聊了吧 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翻翻看 那这个表聊什么呢 还是经典这两个字 看看它这个表壳 我觉得是最美的 可能这也真的是我个人的一种情怀 你看它这个表爪 这条弧线多优美啊 它有这个经典的三珠的表带搭配在一起 也是符合了它的经典 认识在三点还是六点呢 其实我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表盘的纹度是横纹 还是树纹 还是光面的呢 我个人也没什么感觉 但是刻度 我个人还是觉得 这种经典的款式要搞得亮一些嘛 你可以看看现在所有的异物 你在这玩什么东西啊 枪灰色的刻度 考量的刻度 拉丝的刻度 亮面的抛光的刻度 你是不会做了吗 你飞了吗 表扣大logo改为了小logo 能体现出所谓优雅 能理解 海马浮照的后盖换成了玻璃 为了看见机型 我也能理解 那不能表带搞得中间 亮堂堂的抛光 刻度反而灰不拉击的 我可以把心态 调整到我不太懂表的状态下去 看待一个产品 然后再分裂到我非常懂表的状态下 做出关于所调的评测 展现给你们看 但是我好像调整不了年龄 就像我理解不了 只要是传统的时间久一点的品牌 它的产品都在向年轻化的设计靠拢 上一代的奔驰的优雅 宝马的运动 奥迪的气质 就像这块海马150一样都变了 变得所谓年轻化 我们慢慢都不再年轻 所以有些不理解也正常吧 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